欢迎大家收看这礼拜的娱乐新鲜事 我是健良 带大家掌握到这礼拜的娱乐焦点 一开始带大家来看到 先前在金曲奖上面 表演唱跳的亚洲舞王罗志祥 先前因为表演完之后 下台有网友就批评 感觉他表演稍微有一些瑕疵 不够完美 没想到事后就传出 这个小猪罗志祥是在后台了 落下了男儿类 觉得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那罗志祥今天在举办这个粉丝见面会 没想到现场好死不死就抽到了 真心话大冒险 未来呢这个金曲奖 如果再邀请你上台来演唱 你会不会接受这个金曲的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罗志祥 到底是怎么回答的 罗志祥 上千名罗太太看到小猪放声尖叫 已经第八年的粉丝同乐会 今年主题是嘻哈趴 所有歌迷都要遵守服装规定 必须穿的很嘻哈 汉粉丝玩起真心话大冒险 结果第一题就被问到愿不愿意重返金曲 再表演一次 有这个机会重新站在那舞台的话 我一定会再一次表演得更好 太完美的观众说法了 咱们读一下 那真心话还能读吗 所以大家想听真心话吗 我不要 真心情的帅直回答逗乐所有粉丝 前几天七夕罗志祥在Instagram上 贴出一张卯丁鞋的照片 还说谢谢你的礼物 看得出小猪很喜欢 网友纷纷猜测 难道是绯闻女友周扬青送的吗 那是Alba送的我有写啊 我下面有圈她的名字 贤姐我跟兄弟们过耶 希望这种女朋友 当然希望要找了孝顺啊 然后漂亮啊 然后有爱心 重点是要很乖巧这样 独立有想法 对女友相关问题 一律打哈哈装傻搞笑样样来 接近罗志祥忙着锻炼身材 准备在年底发表新专辑回归歌坛 有点TV有唱话 余佳妮 台北报道